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我是宁静 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英国通灵师兼预言家帕克的最新预测 帕克10月11日节目中讨论了袈裟冲突的一些问题 特别是探讨了谁是幕后推手,谁将从中受益 帕克首先提到了关于新闻中报道的一些可怕情况 包括婴儿被烧伤,被斩首,以及其他暴行 这些事件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愤怒 而以色列也表示将采取报复行动 帕克提出了一些问题,如为什么突然发生这种情况 以及谁从中受益 他认为这一切都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策划 特别是伊朗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幕后推手 帕克还提到了俄罗斯的角色 尤其是与伊朗之间的关系,以及俄罗斯提供的支持 帕克认为俄罗斯可能已经与伊朗达成了协议 并为伊朗提供了支持,以换取乌克兰战争中所需的无人机 帕克说呢,我在前面节目就和大家说过 我觉得以色列和伊朗最终会发生冲突 而这正是正在发生的 帕克还认为这场冲突可能会扩大至黎巴嫩 叙利亚以及巴勒斯坦地区的西岸 帕克表示呢,以色列不再会退缩 而会采取更果断的行动 帕克还提到英国发生的抗议活动 指出一些抗议实际上是庆祝以色列遭受打击的行动 帕克担心这会引发更多的恐怖主义活动 不仅在中东地区,还在欧洲和英国 帕克还提到了台湾问题 认为中共可能会趁机采取行动 帕克认为全球目光都集中在以色列 这给中国提供了机会采取行动 最后帕克讨论了埃及可能会介入解决冲突的可能性 以及加萨居民可能会逃往埃及 从而减轻冲突的影响 帕克呢,鼓励观众留下自己的看法和预测 因为这是一个复杂而紧张的国际局势 那这里呢,我要简单的提到一个预言 就是旧约圣经中有一个末日预言 是关于这个世界终结的预言 这个预言被写在了以西结书的第38章之中 大致的意思就是说呀 全世界的以色列的人民 也就是神的子民犹太人 将从世界各地返回家园 意思应该呢,是返回以色列 从此在以色列安心的生活下去 但是很久之后呢 极北之地有一个叫哥格的 将带领北部联盟军进攻以色列 当哥格全面入侵以色列的时候呢 救世主就会出现 用神力一天之内将北方联盟军全军消灭 全世界的人都将看到这一幕 也都将相信救世主的存在 这个事情之后呢 就将进入了七年大灾难 这七年中世界人口将会减半 大灾难结束之后呢 世界末日就到了 世界就会更迭 也就是从人掌管的世界 进入创世主掌管的世界 那么这个预言中涉及到 两个非常重要的国家 一个是以色列 一个是哥格 现在圣经学者普遍认为呢 这个哥格呀 有可能就是俄罗斯 如果哥格就是俄罗斯的话 那么这个末日预言呢 也就是说这场战争开始 世界就进入末日 创世主就会出现 而这则预言中也表示 创世主早就来到了世界上 而且呢 早在人中 只是说出来的话呢 很多人并不接受 也不愿意听 就在这最乱的过程中呢 创世主一直与我们同在 而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力量 也在试图阻止世界末日 然而他们最后所做的一切呢 却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灾难 也就是他阻止的时候 就发生了世界大战 这也成为了末日之战 到来的导火索 之前呢 很难将这个俄罗斯 与以色列挂钩哈 不明白这两个国家 因为什么能打起来 而今天若是帕克的预言成真呢 那是不是俄罗斯 就在这种情况下 与以色列有了交集 那会不会真的触发 这个预言成真呢 接下来呢 我们回到当下的现实世界中来 看看中共在 以巴战争中的表现 长期以来呢 中共一直在中东地区复杂的风云变换中 是左右风云 深耕朋友圈 刻意与各大地区力量 都保有良好的政治关系 其中呢 包括彼此严重对立的 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组织和以色列 但自2021年开始呢 就转向批评以色列 2021年5月历时十多天的以巴血腥冲突爆发期间 正值中国接任联合国安理会5月轮值主席 在中国主持召开的安理会紧急会议上呢 中国的外长王毅说呀 以巴冲突升级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大批人员伤亡 以色列尤其应当保持克制 而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埃尔丹呢 则反击说呀 要求以色列保持克制和适当使用武力 完全是虚于伪善 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的一篇评论说 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上 就最近加萨冲突中带头批评以色列的主要国家 以色列是全球重要的研发中心 在高科技行业的很多领域呢 都处全球领先的地位 世界上数百家高科技跨国企业 都在以色列设有研发中心 其中包括中国的华为 联想和小米等几十家公司 以国创新局首席执行官阿哈龙 曾对中共官媒新华社透露说呀 中国对以色列的科技创新非常感兴趣 它几乎每周都会接待来自中国的考察团 多年来呢 以色列还不顾美国的反对 与中国签署大宗科技转让合同 甚至曾向中国提供敏感的军民两用技术 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说 以色列是仅次于俄罗斯向中国提供武器系统第二个的国家 以色列呢 帮魔鬼变强 这在神的眼里算不算一种业力啊 需不需要偿还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还是奉劝所有的人不要被眼前的好处蒙蔽 与魔鬼为伍 之后呢 在美国的压力之下 以色列2020年决定将华为排除在5G建设之外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中共在以巴战争中的出色表现 自从哈马斯7日突袭以色列造成大量死伤 部分在以国境内工作的中国人也遭到哈马斯攻击 中方14日宣布 至今功造成中国公民四死六伤二失联 却对死伤原因闭口不谈 甚至封锁微博相关报道下的留言评论 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骏10月15日公布 以哈冲突已导致4名中国公民遇难 另有6人受伤 2人失联 翟骏接受中国央视总台蓝厅观察采访时 公布上述数据 翟骏还披露 当前仍有数名中国公民驻留巴勒斯坦加萨地带 综合媒体报道 截至10月14日以哈冲突已经造成了3200多人死亡 上万人受伤 其中很多是妇女儿童和老人 加萨地带断水断电断油 医疗系统崩溃 粮食严重不足 已有40多万人流离失所 大陆投胶新闻微博官方账号 以同样标签发文 引述翟骏说法 揭露一把冲突有4名中国人不幸遇难 下方显示有近200则评论 但所有留言都看不到内容 目前在微博 仅有部分个人账号 以同标签发文可看到留言 一名网友透露 以色列农庄有很多中国务工人员 结果遇上哈马斯袭击 显然很清楚造成中国人死伤的是哈马斯武装分子 中共官媒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 在微博以八亿冲突以致中国公民四死六伤二十连标签发文 指出中东问题特使翟骏将前往中东地区协调各方停火之战 但这则消息发布一小时后 底下仅出现三则评论 其中两则完全看不到 另一则只称和平不好吗 怎么总要搞事 还有大陆网友则吐槽相关新闻自始自终都不说明是谁害的 但是懂得都懂 暗指中共当局不愿证实是哈马斯杀害中国人 还有网友对此怒斥 万恶的哈马斯反人类的恐怖组织 谁杀害同胞谁就是敌人 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后双方交火已经一周 加萨地区房屋遭到了严重的损毁生灵涂炭 以色列媒体Globes揭露 哈马斯7日突袭以色列 不仅狂射火箭弹 还使用无人机摧毁以色列监控设备 以及打击部署在加萨边境的部队 这些廉价无人机是中国制造 每架仅数千谢可尔 报道指出 哈马斯对以色列展开攻击时 一些商用无人机执行拍摄任务 并在前哨基地和加萨边境沿线投掷手榴弹和炸弹 导致以色列国防军部分监视系统瘫痪 报道称这并不是无人机第一次扰乱以色列领空 今年5月初 有三架商用无人机进入以色列领空 其中包括一架来自黎巴嫩的中国大疆制造的无人机 在以色列国防军基地Zeribes上空盘旋 以国专门分析战区的国防安全顾问 Yair Ansbach表示 无人机市场大都有中国控制 光是中企大疆就拥有70%的市占率 这让西方非常警惕 警惕毫无用处 行动才能说明问题 前些年乌克兰给中共输血 偷偷给中共军事技术 最明确支持大陆并且不承认台湾 现在怎么了 不是照样被中共一脚踢开 泽列斯基非常不满 但是却从不敢说中共一个不子 现在以色列又是这样 那么不顾反对给中共这个恶魔输血 到最后中共依旧利用以色列给的技术 去帮助以色列的敌人 并在国内大肆宣传 此次以巴战争中巴勒斯坦攻击以色列的合法性 中共的眼睛里 只有如何为自己以后攻打台湾 找使自己行动合理化合法化的借口 至于昔日的盟友们 无论中共曾经从这些人和政府的手中 拿到了多少好处 只要今天不符合自己的战略意义 那就把这些恩公们全部打倒 再让自己被洗脑的民众们上去补上千脚万脚 让这些曾经帮忙输血的友邦们 永世不得翻身 万事没有偶然 谁离魔鬼最近 谁就最容易被魔鬼算计 就像中共算计乌克兰和以色列一样 就像魔鬼的好兄弟哈马斯算计中国人一样 但无论怎么看 神的安排却在乱中有序的进行着 因为无论人如何躲 就像那股想扭转世界末日的力量一样 无论怎么去做走到最后都得按着神的要求走 而非其他力量所能及的 所以还是那句话 远离魔鬼回归对神的证信 才是在这最后的乱世中求生存的唯一出路 好 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